来 我贴手有仪式感 谢谢 谢谢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别往前撞了 不能再往前撞了 这得往后点 得往后点 不要让麦阻挡了你的美丽 没什么 没什么 不会 不会 你看我自己跟她站起来了 张老您 您注意啊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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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辛苦张老 谢谢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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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种 铿锵玫瑰的济世感 做 做 做 没事 没事 别 别 别 那一样 一样 都一样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请不要见惯啊 确实是受了点小伤 就在前两天 被一个渣男给伤了 踢伤的 不过是拍戏啊 拍戏的时候呢 演渣男的男演员不小心 踢了我一个脚趾甲 于是呢 我就去医院 拔掉了一个脚趾甲 当时呢 疼得都走不了路了 然后经纪人就问我 哎呀 没事吧 雨琪 我说这算啥呀 这是我被渣男伤得最轻的一次了 这是我呢 第二次站在了这里呢 讲脱口秀 现在叫脱口秀跟他的朋友们 你说这个娱乐圈也挺怪的 见了两面呢 就到处跟你说 你是他朋友 在这里呢 我要澄清一下啊 我跟脱口秀关系其实没那么好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更脱口秀就是玩玩 玩累了之后呢 我还是会回到剧组身边的 最近就是有没有看过 最近我在做短视频 然后呢 看了啊 好笑吧 喜欢吗 喜欢 对 很多人都说呢 是挺好笑的 因为还加了山东话嘛 咋说都觉得挺好笑的 那个 大家好 俺叫张鱼器 来自山东多种 今天来到脱口秀 跟他的老婶们呢 那这个节目整的 人家其实腿厉害了 那看这一屋子黑压压的 行人 赖史雄雄 很多老轩手都着咋不住了 也是啊 老面孔如果没有突破自己 就很容易让大家失望 想一招先吃遍天 行吗 行 那你就得试海天好友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哦 但是你们是吗 你们不是啊 所以你们被新人淘汰得很正常啊 当然呢 你们也不用往心里去 往火车站 往机场去 乖 早回家早休息嘛 上期小慧同学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你知道吗 爆个料 恋爱了 说是为了收集素材 拖得出去吧 小慧 初恋是吧 哎 你等着吧 回头有你受罪的呢 说实话我是挺羡慕的 因为小慧聊初恋 大家都会觉得甜蜜浪漫 我聊初恋 大家都会觉得刻骨铭心 都那么多段了 你怎么还忘不了呢 也可能这个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检讨了一下 就很奇怪 我总有一些姐妹 她就让我教她们 如何一眼分辨渣男 这很难 因为这渣男一般都挺帅 一眼看不够 当然也不是说 这长得丑的 她就不是渣男 你不然这个脱口秀 在座的各位 就没一个渣男了 对吧 那怎么可能呢 我都不相信 那个我的经验是呢 咱们这个事吧 得处了之后才知道 通常那些 就是接触起来 特别完美的 让你每天都心花怒放 像活在梦里一样的 一般都是渣男 就是那些看上去 特别不解风情 也不太会说话的 大概率不是渣男 具体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毕竟这种男的 我都不咋爱搭理 我的错 为什么我这么了解渣男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朋友多 我跟你们说过 我朋友的事 朋友啊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千万也不要联想 我这个朋友啊 是个山东人 长得可好看了 跟我没关系啊 没关系 人家出过一弟弟 楚的时候可甜蜜了 天天打电话 写情诗 过年的时候 这弟弟从很远的地方 还跑到人家家里 去跟人家妈妈拜年 就有一天 跟我说 发现这弟弟 在外面 居然还有一大姐 你说 这算什么人呢 恋爱时 电话打不断 分手了 你啥也不算 马背像劈腿人家 那是敢想敢干 这个人就得 趁早让他滚蛋 没事 分手了吗 分手的时候 我这朋友还问呢 你这么做 那我算啥呀 弟弟说 你呀 你算我二姐 当然这个事呢 跟我没关系啊 不过我还是想 劝这个弟弟一句话 不管是你大姐二姐吧 都是爱过 护过你的人 善待别人呢 等于报恩自己 这胸肌恋得再大呀 也不如胸肌下的那颗 良心大 我也想对 可能会看到 这个视频的弟弟呢 说一句 不好意思得罪了 虽然知道的有点多 都是玩笑而已 别放在心上 我呢 还是你的粉丝呢 你不信是吧 你不信 一会儿下台 我就立刻关注你 这个人在外面受伤了 最想回到的地方 就是家 就像这期脱口秀的主题一样 生活的烦恼 跟脱口秀说说 所以呢 有糟心事 可以把这个舞台当作家 和家人们聊聊 我们呢 保证也会像家人们一样 笑你的 谢谢大家 我就是有很多朋友的 张雨琪 我现在站在C位了啊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我这个人啊 其实平时就是一个 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人 国内外的比赛我都爱看 我特别喜欢直接地表达 就是比如今天 如果我觉得这场不好笑 我就会告诉人家 一个人有什么不足 你不告诉他 那你不就是害人家吗 你说人家这手机做的 他就明明做不了手机 你还非鼓励他说你能做 结果现在连飞机都费劲了 说我呢 说我呢 我听出来了 说我呢 听出来了 说的是我 李旦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很红的 起范了 心想呀 这有几个男人敢在我面前起范啊 带哥呢 是在我面前特别老实的 都不敢大声说话 姐 帮忙念个广告呗 我说我为什么要念广告呢 我说我又不缺钱 他说但是我们缺呀 而且中国也缺好养奶啊 什么是好养奶呢 他说蓝河绵养奶啊 全养乳配方 好养出好奶 好奶选蓝河 我说蛋哥你真是变了 他说对我是变了 但是好养奶永远不会变哦 今天我听说就是来了很多脱口球的演员 他们在之前备赛的时候非常的紧张 对待比赛也非常的消极 觉得喜剧是不可以拿来比较的 为什么不能比 能比 李淡 就是不如周星驰 我觉得能比已经很荣幸了 比赛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现在就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个 对吧 对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那个节目 就那个节目啊 风浪很大的 然后我们那个团呢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 跳舞从来没跳棋过 就舞蹈老师每次进来的时候都说 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谁练不好 谁都不准回家 然后八个小时过去了 老师看着我说 雨淇啊 你努力一点 老师真的很想回家 所以老师 舞可以乱跳 话 不可以乱讲哦 这个舞台我是觉得还是非常能够激发人的斗志的 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但是我一上那个舞台 我野心就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想要赢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站在C位 终于有一回 这导演就跟我说 雨淇你今天可以站在C位了 但是ending的时候呢 你得跪着 哎我就说 没问题啊 然后就看到平 旁边的人全都是 咔腿一下到不这儿 咔手一下举到这儿 然后我就哐当跪在那儿 就好像对全世界在道歉 对不起 姐是C位 哈哈哈 所以我就是很羡慕你们这个比赛 你们这个比赛根本就不用争C位 你们台上就一位 哈哈哈 我是觉得这个幽默呀 还是很需要这个人的内心 强大去支撑的 你看 这些选手往这儿一坐 看看啊 都还没观众好看 你再往那边一看 两位导师 李淡 罗永浩 对吧 你这儿就明白了 好看的是观众 普通的是选手 丑的是导师 然而呢 我一会儿还要和他们坐在一块儿呢 真幽默 这个幽默呀 还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态的 所以我现在心态比较好 现在谈起我的感情呢 我的状态都是比较open的 外国的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 说你这没什么 你这不离三次婚都不能进好莱坞 我和他们聊完之后 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我的婚姻了 我现在比较担心好莱坞 我更担心 我很快就能进好莱坞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 这个恋爱呢是不能看外表的 大家要看什么这个那个的 最重要的是要看灵魂 就我这个外表呢 就是被我的灵魂给拖累了 我看男人的眼光 不是很好 男人看我的眼光更不好 有人跟我说 你的灵魂很丰满呀 我说哥哥 你确定看的是灵魂吗 说回正事 咱们今天是来比赛的 大家呢 我觉得就是别紧张各位啊 大家都不要害怕比赛 因为呢 其实比赛就不要怕输 就像我在那个节目一样 我就全力以赴 你尽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因为输就输呗 我的本职工作也不是唱歌跳舞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脱口秀的比赛上输了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各位选手们 造起来吧 谢谢大家 我是张雨琪 开麦人张雨琪是什么意思 大家好 我是张雨琪 你理我一下呢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 什么是开麦人 这麦是我的 这沙发是我的 然后呢 我作为一个唱跳女团C位的全能艺人 这个舞台也是我的 后台待着去 行 马上就走 我马上就走 咱们介绍完了就走 好吧 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舞台 有什么特点吗 小 小 民众的声音 特别小 舞台这么小 观众做的这么挤 我不知道你这跨年 要反啥呀 反铺张我们 不能谦虚不能谦虚 人家礼担今年确实是混得很不错的 脱口秀大会那都是爆款 和腾讯联手还做了一个跨年晚会 但我发现表演的演员一半都是他们的员工 你说不就是个跨年晚会吗 对吗 这跨年晚会员工来的叫什么呀 年会呀 是团建 团建 团建 最后呢有一些看到这熟悉的朋友 他们和这个跨年晚会有什么关系呢 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人呢要么有钱 要么有关系 剩下的呢就是我思维一接不到活的一些脱口秀演员 大概就是这么个规律 我看一看 哇塞都是大牌 哇 龙丹妮丹妮总好 龙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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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总今年是特别忙呀 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个跨年晚会是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龙总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哇唧唧哇 今年上的热搜呢也是稀里哗啦 粉丝们吵的是叽叽喳喳的 然后我跟龙总说你看你要不要换个公司名字呢 龙总说这你就不懂了不能换 因为ABBA这种名字就是颜值高的象征 怎么叫 你看我们哇唧唧哇在看人家OPPO 我说OPPO是什么 他说OPPO就是OPPO Reno5 拍视频也能拍出高颜值 幻彩人像视频美颜功能 就像哇唧唧唧哇的艺人一样 颜值高又真实 无论男女拍出来都特别美 你们有必要这么配合吗 谢谢你们 但是我们语气解的广告打的 是吧 就像OPPO Reno5 幻彩美人 一样的自然 就不像我这么不自然 非常自然 但是不是哇唧唧唧哇这个名字 龙总他们公司的一些艺人的名字 我觉得跟2020年很搭 代表着我们的一些心态是吧 毛不易 不容易又很难 开玩笑 开玩笑 不带这种事了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你说你你你真的是 今年演艺圈真的是特别难 你有很多大家朋友都害怕 今年会失业 是不然我们怎么能请到这么多人呢 都没拿那个钱是吧 哎呀说什么呢是吧 你以为这还跨年 是太久没有见过摄像机了 希望来看看摄像机 也希望摄像机看看自己 这边还有几位年轻人 陈卓璇 20年创造营 张延祺 19年创造营 徐孟杰 18年创造营 高秋子 18年创造营 没赢 无论是哪年的 出没出道 最后大家还是坐在了一起 是吧说明什么呢 说明创造营再好 它也是个临时住所 脱口秀这个小孩才是你永远的家 欢迎大家回家 真的今天真的是高棚满座 今天还来了很多体育界的朋友们 虽然他们早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比如大洋洋老师 欢迎大洋洋老师 黄建祥老师 不认识大洋洋老师比较过分 你不认识黄建祥 人生也没什么损失是吧 我所谓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来 严肃的部分来了 大快年的 是吧 让我们赶紧让2020年滚起来 好礼在京东诞生新热爱 本节目由一礼时爱及时送达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 再多负能量也要美出自己的模样 感谢人像视频怎么拍都超美的 OPPO Reno5赞助播出 摇晃的高脚杯高蹲好滋味 感谢反倒有行给你满满仪式感的 安慕西首席赞助播出 解压零食哪家墙就找乐事大不浪 本节目由压力天鹅有点方的解压零食大不浪 赞助播出 有娃家长不用慌 好成绩就用作业帮 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客赞助播出 还有最后一个 全新数字座舱 神车高尔夫驶入数字时代 开启无限可能 感谢一气大众 全新数字高尔夫赞助播出 大众生意心猴啊 真的 警惕了 这辈子没念过这么多 警惕了 特别感谢各位赞助商朋友 因为没有赞助商呢 其实也做不了节目是吧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此时此刻 在看节目的朋友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别闲着 点击屏幕上的爆梗按钮 选出你喜欢的爆梗京剧 给上台的朋友一点鼓励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迎娶 透口秀 反跨年的惊喜福利 对 但是你们的投票呢 是不能左右结果的 是吧 因为你们改变不了过去 对吧 好 我的口播念完了 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赞助商朋友 和平台的支持 我就完事了 然后呢 台上真的不是都是观众 其中有很多位 今天都会上台表演透口秀 所以咱们就走吧 后台准备吧 撤 撤 快 后台准备 马上开始 你到你该去的工作岗 我也去 我也去 马上开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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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永远队的队长张雨琪 就他们总说我要来老是来 那不是因为你老请我吗 我不来你们的商务怎么来 还给我搭配一些实习明星 陈卓旋 在节目里她说 半山腰太挤了 想去山顶看一看 姐告诉你山顶更挤 陈卓旋说我跳舞顺拐 姐顺拐的是因为 山顶太陡峭 不敢动作太大 万一掉下去看见你 怕你尴尬 现在就是有些选秀艺人 哪有流量他就去哪 我呢是走到哪 流量就跟到哪 我上好些节目啊 其实我特别想赶紧让我走 但人家都不让我走 不信你们今天试试 不给我投票我也能进 开玩笑的啊 大过年的投一下来都来了啊 我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前两天说 我希望明年我不要防他 其实我并不是想讽刺谁 从我的人生经历来看呢 谈恋爱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像张延祺这么优良的基因 他不谈恋爱不生孩子 这对优生优育来说不好 你看看 李淡这样的都结婚了 你再不生他就生了 你不着急吗 你看到一个婴儿长得像李淡 你不着急吗 江云生老师 一个能说会算的叫什么 说唱歌手 说唱我懂 不就是单压双压三压跳压 我给你来一句 那句怎么说的来着 我说的不是标面扎八斤 这是代表我的competition 听出来那是什么压吗 听出来了吗 不压 江云生你不是喜欢跳压吗 姐也可以跳压的 但姐想过段时间再压 你不是很会算吗 你算算姐啥时候压呀 算出来了 姐给你压碎钱 伊丽静老师呢 她刚才吐槽我说 我演不了甜宠剧 其实我不是演不了甜宠剧 我是想打造一个 新一代的甜宠剧 就是女生自己可以 又美丽又好看 然后又成功 她不仅仅是被宠 还可以和总裁 你来我往互相宠 别说话 吻我 你别说话 吻我 这种张仪琦就演不了 你和她演就会成为 你倒是说话呀 你别光吻我呀 你说话呀 你再不说话 姐姐要全养了 这没 我只是打算剪掉的 没事 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 这我本来也没想那么播 伊丽静采访的时候 会问我 一直问问题啊 没有人想回答 我就在想 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跟伊老师谈恋爱呢 我觉得 只能是Siri啊 一个没有感情的提问机器 遇到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我只想问伊丽静 Siri没有家人 你的家人接受吗 杨丽老师 杨丽老师天天喊着 要跟男人谈恋爱 她骂男人垃圾 怎么 怎么能让男人 怎么能让男人跟你谈恋爱呢 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太直白了 男人他接受不了 你呀得假装示弱 给男人台阶下 等他下来了 你再把台阶拿走 他就再也上不去了 高招 今天来的呢 都是选秀出来的idol 因为都是年轻人 但很明显啊 我在心态上比你们都稍微年轻 那么一点点啊 你们是这也不敢说 那也不敢做 还没啥呢 就总是觉得患得患失的 我都不懂你们到底在害怕个啥呢 怕这个怕那个 唯独不怕没作品 一个好的idol 他必须要有好的作品 他除了作品 他更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要有自己真实的生活 虽然我谈过恋爱 结过婚 敢说话 但我跟你们不是一个level 不要跟我social 也不要尝试跟我battle 因为我是一个好idol 谢谢大家 我是江雨琪